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乡土 湖南省的江华县是一个瑶族人口聚集的地方 别看地方不算大 可它却是全国瑶族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瑶族自治县 所以呢有着瑶城的美城 这次啊我们蓝幕组来到了江华 正是江华县城最热闹的时候 那早就听说很多集市这个时候都会开 我们这个爱逛街的编导就迫不及待的去凑热闹了 还真别说 就在他逛街的时候还真是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东西 要说这些东西我们也不是没有见过 它们并不是什么西市珍宝 说它有趣呢 是因为这些东西啊到了江华就被赋予了 他们当地不一样的文化内涵 每逢周六在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县城最繁华的地方 都会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 这是一个跳蚤市场 不过这跳蚤市场跟咱们平时看到的还真不太一样 因为这里面只卖一样东西 石头 一直听说江华有着奇石之乡的美称 不过这奇石究竟其在什么地方我们还真是不太了解 看着这位卖石头的老板一直在摆弄着他的宝贝 我们编导赶快去探个究竟 这个石头全都是您卖的吗 对 都是您收藏的是不是 对 有七八年了 都七八年了 老实名了 您是不是一直在玩这个石头 对 我想问你一下 就我看咱们这这个石头啊 也没有什么就是雕过呀和怎么样的 这个是纯天眼的 纯天眼的 这是从河里面啊 捡上来的 这个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加工 这都是咱们当地的石头吗 对 这全是我们当地的 这是我们河里面啊 这个奇石里面啊 捡回来的 都是您自己出去捡的吗 对 这位卖石头的老板叫谢俊逸 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 虽然玩石头的时间不算长 但那痴迷程度可真是不一般 说起自己手里的石头 都能给讲出个门道来 这个呢 就是像一个 一个石 一个文字石 嗯 这个像熟学的书子 苏州的苏 苏州的苏 我来看一下 你看看 哦 还真是蛮像的啊 对对对 这是属于 是我们被立的一个石头 叫金梅石 后面还有更好的这个画梅石 那边有 嗯 就是这个图案特别漂亮的 是吗 对对对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像一个 呃 这个少女 少女 美丽的少女 哦 哦 还气实 像吧 对对对 咱们这儿石头都是一种黑底 黄色的 黄色的图案 黄色的图案 这是咱们这儿一个特色吗 对对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看来这江华的石头确实跟其他地方的不太一样 不光上面有字有画 而且这字和画还是纯天然的 并且每块石头由黑发亮 难道这也是天生的吗 而且我摸着这个石头很润啊 对对 不光润 而且我这样闻着还有股特别香的味道 就是甜甜香香的 这是什么味道 这是润肤油 润肤油 润肤油 这个石头还要用润肤油是不是 润肤油石皮呢 是为了保护 保护这个石头的皮 它会裂吗 不会 没影响 没影响 那是为了好看 也是为了好看 再过来就是为了清楚那个发面 再好一点 谢君毅家里收藏了很多的石头 每天捣腾这些石头 是他最大的乐趣 这个像一个蝎子 蝎子 像个蝎子 就像这个尾 像这个头 像这个蜥蜥 就像一个 对对对 而且还有这个 你看这个毒的这个字 这个尾 没错 江华的其实并非食材贵重 只是因为它本身特有的纹路 才显示出它的价值 而这正是玩石头人最大的乐趣 一块硬邦邦的石头 就在主人的想象中给他赋予了新的生命 这个牛头 哎呀这个太像了 对 天哪 这个嘴 这个嘴前 嗯 跟眼睛 跟牛鼻 哎真的太像了 这个 这个一点都没有经过这个 没有 全部是天眼 捡回来就是这样的 嗯 没有一点加工 我觉得玩这个石头还得有一定想象力 没想象力还不行 对 还有想象力 还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文化修养 听说这漂亮的石头都是从河里捡来的 我们的编导决定也去碰碰运气 也许真能捡个宝贝回来呢 虽然刚刚过中午 河边已经有人在捡石头了 你来了 好 来这个人啊 对 有收获吧 有 逃到几个宝贝了 看到别人已经逃到了宝贝 我们的编导准备大概一场了 直接下河找 好 慢一点 慢一点 真正好的石头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 每一块石头都要用工具或手翻起来看 每个捡宝贝的人也都是一个姿势 摸着石头过河 要清身体力了 还有的时候在下面 在下面你发现不了 要翻过来才能发现 发现得了就发了 早就被人捡去了 捡一块好的石头 完全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不懂行的人 仅凭眼睛去看 根本不可能找到 而对于这些经常捡石头的人来说 更多的是凭借多年的经验 看一个围络 翻过来看 哇 这个好看 这个太漂亮了 可你刚才这么放着的时候 我可能连捡都不会 我刚才连看都不看 对 这个要翻转来看一下 真漂亮啊 而且特别的黄 如果今天捡到一块 可能就非常非常好了 非常非常好了 对对对对 谢君毅告诉我们 所谓的精品就是底色深 黄色油 而且画面一定要居中 看来今天我们的编导是没有白来 第一块宝贝收入囊中 其实我在捡的过程当中吧 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的容易捡到 而且呢 我是觉得它这个 这个上面都是青苔的石头上 就是 这种青苔特别的滑 你看 长这么长的毛 这样的青苔的石头特别的多 踩在这上面特别滑 然后我就一直是在这种 用自 当它这样 在这种姿势走的时候 它是觉得很安全 不然的话 随时油可能会摔倒 收工的时候到了 我们的编导一无所获 这些都是战利品 是今天所有减食人的收获 一条再寻常不过的村中小河 每天却招来无数寻宝之人 他们到底找的什么宝贝 黑豚虽小 却能养家 姚家人缘和钟爱养黑豚 黑豚与养生 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 泥塘里面找美食 有孔的要酿 每孔的做个孔也要酿 不论多少种菜 都是这一个做法 如此钟情义种记忆 为哪般 敬请收看本期乡土 摇成石去 说完这石头 咱们再去看看 江华的黑豚 可这黑豚到底是什么 在这之前 我们的编导 也是完全不知道 是水里养的 还是岸上跑的 咱也得瞎猜了 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叫李立荣 是当地养殖黑豚的专业户 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 这块地是专门给黑豚种的粮食 在吃上 李立荣对他的黑豚可舍得下分钱 必须要吃新鲜的 养黑豚 李立荣没有请人帮忙 老父亲就是他最好的搭档 快七十岁的老人 一点不嫌老 身体很棒 干几活了一点不比儿子差 你看我爸现在身体都好 对我讲这黑豚也有关系 因为他一直身体都不好 现在养了这个黑豚 那个黑豚又吃了 对身体很大的作用 难道这黑豚还是神奇的补品 这更让我们的编导想看一看 李立荣养的到底是什么奇特动物 这一看不要紧 还真让我们意外 原来这种小动物并不少见 这就是黑豚 一种很可爱的小动物 这黑乎乎的样子估计不太好认 再看看这个 没错 就是咱们经常会见到的荷兰猪 你是不是养这个黑豚 养了多少年了 养了三年了 三年了 这个黑豚 我看这个小东西长得还挺漂亮的 可以 这个动物的育子特别好 肉质特别好 那您当时怎么想起养这个呢 就我们出去打工嘛 没有文化嘛 就开始做什么生意都不成功 后来我们就出去打工 打工的话也不怎么理想 就说回来参列学一下 只有小学文化的李立荣在外面打工处处碰壁 看着年老多命的父亲再看看一瓶如洗的家 心里疾疑啊 听说黑豚既可以养身体又可以赚钱 于是他就借钱养起了黑豚 黑豚是哺乳类草食动物 要使两用 肉质细嫩 皮毛也可以加工利用 但这种小动物对生活环境要求却挺高 温度湿度都很重要 湖南气候好 正好适合黑豚的生长 再加上饲养成本低 一下子让李立荣看到了希望 说起他的黑豚 李立荣总是很骄傲 特地带我们去看看他给黑豚造的育儿房 有了这个育儿房 李立荣再也不用出去花钱进小黑豚了 李立荣告诉我们 他是黑豚彩豚一起养 彩豚主要当宠物来卖 而黑豚长大后就会有饭店个人找他来买 姚家人相信以黑为补 吃黑豚也成了江华当地的一种饮食文化 这个我们家的姚株啊 这个各个以黑为补了 云然叫做好 各个都喜欢吃 以黑为补是吗 就是以吃黑豚当主要的补的 进补的东西 对对对 它这个又只要细放 吃起来口感也好 我们姚株每家每户 基本上过年过节都吃这个 平时也吃那么几个嘛 黑豚也叫黑豚礼 在中国古代就有食用豚礼肉的习惯 并作为高档菜肴 选入中国名菜谱 豚礼的美味 自有天上的班鸟 地上的豚礼为正 黑豚肉质鲜嫩 亦消化吸收 在瑶族更被视为强身真品 但要说起这江华的看家菜可就多了 不过再多的菜 在咱们江华就只兴一种做法 什么做法呢 一起去看看 一条再寻常不过的村中小河 每天却招来无数寻宝之人 他们到底找的什么宝贝 黑豚虽小 却能养家 姚家人缘和钟爱养黑豚 黑豚与养生 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 泥塘里面找美食 有孔的要酿 每孔的做个孔也要酿 不论多少种菜 都是这一个做法 如此钟情一种技艺 为哪般 敬请收看本期乡土 姚城石去 在江华 无论你到哪里吃饭 都会上几道这样的菜 这就是姚家最具特色的酿食 姚家十八酿不是真品 却是当地的名菜 可以说是姚家人的饮食名片 也是姚家人的家常菜 江华的酿食闻名全国 甭管多少种菜 只要是带孔的 全都给你酿出一道 带着江华味道的菜 为了尝到这地道的传统美食 我们的电脑跟着增田爱 去找原材料了 这就是你家的田 是啊 我们家的田 现在这藕 你已经干了 这荷叶 这个什么地方才能看出 它是有莲藕的呢 有苗的 有苗 看到有苗的 长得很深啊 这藕 是啊 很深的 其实我摸到一个 我觉得还算不小的 但是我扣不出来 这儿 你摸我这个 我手底下这儿 我觉得这是不是 算算 是吧 你先别弄断 我觉得已经 这个拿这个锄头去刨一下呢 不行是吗 好烂的 出来 好大哦 还可以哦 但是还是挺遗憾的 就是断了 增田爱告诉我们 哇哦不能用蛮劲 蚝孔里容易进泥巴 泥心味也会影响 藕尿的美味 酿食首先的条件 就是要带孔 莲藕是手当其冲的 而且莲藕本身 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藕酿 也就成了最常用的酿食 不过就在这 哇哦的泥塘里 我们又意外地收获了 另外一种 可以做酿的东西 皮炉了 皮炉 哎呀 好大的皮炉 也是酿的吃啊 田炉也可以酿啊 可以酿 大人够 今天一天吃的 得够一顿的 卖你的 看看收获多多 有藕 还有田炉 够咱们吃的了 没问题啊 好 一顿美菜 姚家十八酿最重要的配料 就是肉馅 而且要手工剁出的肉馅才好 因为做熟十八酿 只用一个方法 蒸 所以肉馅要越嫩越好 肉馅家做料 拌好后就可以做酿了 酿的方法也非常简单 就是只要有孔的地方 就放肉馅 填满为止 你看在我们姚家 可以说是五孔不酿 五孔不酿就是说所有带这个带孔的东西都可以去做这个是不是 对 都可以酿 你看这个落石啊 把它去除那个肉啊 它就可以酿了 又有一个空壳是吗 对 实际上那它就是主要是吃这个肉了 吃这个肉馅 为什么要把底下这个肉要去除呢 尾部不太清洁 不干净的 都要给它弄干净了 对对 这个我们姚族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十八酿呢 从这个营业学来说 你看它是分数搭配的 你看有葱啊 有这个肉啊 在里面 特别是一些我们 像竹笋啊 它是植物 那竹笋呢 山笋 那笋子啊 它要放一点肉进去 它就是分菜和素菜搭配起来吃 它营养价值就更高一些了 除了这明显有孔的莲藕和螺丝能酿以外 我们还发现 即使看似不带孔的辣椒也可以做酿 按姚家人的说法 他们这是无孔不酿 无酿不成席 只要在当地吃饭 你肯定能吃上不同风味的酿食 不过 要是以为姚家酿食就是这样的做法 还是有点高兴早了 其实十八酿排第一位的是水豆腐酿 可这豆腐明明没口 要怎么个酿法呢 李国雄是镇子里唯一一家还用手工做豆腐的人 他做豆腐讲究从不脱工减料 每一道工序都是上辈人传下来的 一点都不马虎 这就是我们姚家十八酿之中的最有特色的豆腐酿 它的制作过程要求非常严格 首先要水好 你看我们这水 它是非常好的 它是三清水 它没有碱性 没有其他的杂质 第二是要求我们的豆子要好 没有一个坏的 第三它要求这个石磨要好 它磨了以后没有杂质 没有那个石粉 刚磨好的豆浆要先滤掉豆渣 豆渣滤不干净 豆腐做出来就没有那么新鲜 烧开后的豆浆里再加入适量的食用石膏 石膏的用量 平得全是李国雄多年的做豆腐经验 放多放少都不行 放多了豆腐就老了 口感粗糙 放少了不凝结 做不成豆腐 食用石膏兑好后 等上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凝结 凝结好的豆花 还要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重压挤水 才能做出美味的豆腐 每次豆腐做好 李国雄都是第一个要品尝的人 合不合格全凭他的一张嘴 做十几斤纯手工的豆腐要花上大半天的功夫 每天的豆腐还没做好就已经被人定走了 这么软的豆腐怎么放进肉馅做酿呢 看完这方法真不得不佩服姚家人的智慧 你看这是有孔的 有孔我们可以无孔不酿 其实没有孔的我们要给他吃 我正在想 我说他没有豆腐上面没有孔 他没有孔 我们也给他制造一个孔 没孔做一个孔也能酿 同样是没孔的 您能想到咱们平时吃的青蒜也可以做酿吗 而且这酿做出来还真叫一个漂亮 现在我们这个几酿就算做完了是不是 对 那现在后边呢 咱们就要做了 就开始蒸 就是蒸 咱们没有什么煎呀炸呀什么的不用 这都不用了 因为我们摇着一般就是这样 蒸着了 就是那个你也不会流失 有孔就酿 每孔的做个孔也要酿 这就是姚家人对酿食的钟爱 姚家人为什么喜欢酿食 这还是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的 其实姚家这十八酿 它是一代一代民间汇聚起来的 因为我们姚家世世代代住在商里面 我们姚家人为了解决这个温饱问题 所以我们姚家人 发现这个大三大里面 这竹城特别的多 把这个孔单独这么做起来 竹起来吃 那就苦中代赦 不好吃 姚家人通过这个积累啊 通过发现 他们把这个孔呢 进行加工 做成那样 里面换一点肉 换一点其他的配料 这样吃起来又既好吃 又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江华 十八酿无处不在 无论婚丧嫁娶 大事小情 只一种最简单的民间做法 就能做出一桌颇为丰盛的家宴 好吃又营养 让您过足嘴瘾 其实啊 在江华 不管是其实也好 是其吃也罢 我想都跟当地悠久的历史 和厚重的民族文化息息相关 有机会的话呢 你也一定要去一趟这个神州第一瑶城 好好地感受一下正宗的瑶族文化 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图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山深处 住着能歌善舞的瑶族 大山脚下 住着智慧勤劳的汉族 这里是蓝山 香江园 滋润着生活在此的人们 这里有着许多千奇百怪的事 有人用牛屎 酿出了蜜糖一样的穷浆玉叶 男人喜欢打着花伞跳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